在生命的盛況處 當你真正看見了痛苦 才有力量放下他 作者 亞迪亞鄉提 逆者 蔡曼璇 出版社 自由之憂 出版日期 2014年6月 2009年春天 我在電話上與亞迪亞鄉提 討論《真實之音》出版社 出版新書和有聲書系列的計劃 我提到我希望出版一本他的教導 而這本書既要適合剛剛踏上 《靈性之路》的人閱讀 又要不失深度 亞迪亞講了一段令我很驚訝的說話 他說 我教得越來就越發現 無論是什麼教法 最基本的部分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注意到 當我以非常清晰的方式 談論最本質的靈性洞見的時候 無論是入門者 或者是已經在這條路上幾十年的人 都能夠受惠良多 這個探討《靈性探索之基本要義》的新書概念 後來成為亞迪亞在2009年秋天 在加州諾斯加圖斯為期五日的一系列演講主題 這些演講經過錄音、藤稿、編輯而成為 《在生命的盛況處》這本書 閱讀《在生命的盛況處》的時候 我的建議是要慢慢地讀 盡量注意內心被激發的感覺 注意所有令悟的感覺 也就是《阿迪亞所謂的噢》的時刻 就某方面來講 《在生命的盛況處》是一種傳遞或者傳法 它揭開了我們那個超越一切定義的真實本性 傳遞是心與心的相會 幾乎好像是揭開面紗一樣 關於無限存在的某些真理被直接顯示給我們 這份傳遞並非發生在語言文字的層次 而是在感覺的層次 它是微妙溝通的一部分 本書充滿了指標 問題是我們能夠追隨它們 然後直直聚落去指標所指的地方嗎? 幾年前我和阿迪亞進行一場訪談 談論她的工作 我問她對傳遞有什麼看法 她說我不針對她說太多 但是她確實是我教導當中最重要的面向之一 《在生命的盛況處》提供了一個機會 給讀者能夠和阿迪亞在浩瀚而開闊的領域相會 個個是一種釋放我們的心靈 邀請我們聚落 聚落 再聚落 而無需在任何地方著陸的相會 我是Tammy Simon 《真實之音》出版社 最近我在回顧自己歷年的教學歷程時 注意到其中一件事是 任何靈性交道中最具對變作用的元素 就是它最基礎的、最根本的東西 而這些也是人最容易忘記的 因為我們的頭腦天生喜歡追求複雜 頭腦相信一件事越是精細而複雜 就越能夠正確反映出它的真實狀態 但是在我自己這麼多年的教學過程中 我看到的是 教學中最基礎的部分才是影響最大的 教導中最基礎的元素 才吻含幫助人轉化生命的真實力量 這樣的觀察所得 也是我創造這本書的一個主要動機 就是呈現我教導中的基礎元素 因為我一直將它們視為我工作裏面 最重要的面向 儘管教導裏面也有較精細、較複雜的部分 但以我所見 那些並不是真的那麼重要 我一再看到的是 教導越簡單就越有力 越具蛻變作用 我們的頭腦難以相信這件事 這麼簡單的事 怎麼可能擁有這麼強大的力量呢? 但是我一再看見 即由探索我們為什麼受苦 如何重分離觀點看待生命等等 這些最基本的因素 確實就是教導裏面最具蜕變力量的部分 但是 靈性生活裏面最深刻的面向是 恩典、Grace這個元素 那個甚至超越了任何教導 當我們發現自己徹底開放 完全躺開心靈、躺開頭腦 而且願意喚味一下自己或者並不知道自己以為知道的事 這個可能性的時刻 就是恩典降臨的時刻 在這個不知道的空隙 這個願意未決的時刻 生命與實相的另一個全新元素就得以闖入 這個就是我所謂的恩典 那個是一個噢的時刻 一個認出了些什麼的時刻 在那個時刻 我們要領悟到自己從前難以想像的事 有很多情景和體驗都能夠讓我們向這份恩典躺開 無論是大自然美麗的一撒落 或者與至愛之人共處的時光 或者就只是安逸地寧靜地坐在那裡 不知怎样一個站身的視野就這樣打開了 我們突然發現自己被恩典所充滿 有時候 恩典會以較空蠻的面貌來臨 生命的艱難處境似乎最能夠開啟我們的心靈和思想 我們會費盡心機避開這樣的時刻 但是事實上 這些心具挑戰性的時刻 正是自我成長和意識轉化的罪戒契 本書的教導就是提供簡單的方法 讓我們得以向恩典躺開 向那個神秘的 那個能夠穿透隱瞞靜默時刻的光明元素躺開 這樣將為我們看待生命的方式 點燃一場革命 這場革命將能夠大大地幫助我們 鍾現很多人日復一日的痛苦和爭鬥 這本書裡面的教導不是給頭腦搜集的資訊 而是必須深入靜心冥思 看看你能不能在自身經驗之中發現真理的訊息 你必須願意放慢腳步甚至停下腳步 好好地徹底消化你所聽到的東西 因為究竟而言無論是怎樣的教導 你都永遠無法從它的文字語言裡面找到真理 真理必須從我們一己內在所展現的東西裡面沉默 透過這樣的探索 我們將教導變成了自己的 而透過將教導變成自己的東西 透過在自己的經驗之中親身體驗教導的指示 我們將能夠覺悟到一個更加完整而統一的生命觀 從而在最後 找到一個藉指人心最深之上網與渴求的生命觀 我是阿玲阿香提 我愛你 感谢观看